女孩被富婆泼了一桶甲硫酸 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 她冷得瑟瑟发抖 而富婆却用膀胱看着她 察觉到女孩投来仇视的目光 富婆觉得还不够解恨 立即命令庸人再淋上一百桶 但就在这时 富婆儿子却突然出现 还脱下外套裹住女孩 好心将她扶起来带走 女孩还没来得及感谢 竟然被男人扔进杂物间 要让她活活饿死在这里 女孩被困一天一夜 她拼命拍门呼叫救命 没想到却惊醒了男人 结果被胶部绑了双手 甚至就连嘴巴都被封了 男人临走前吩咐手下 没有她的允许 绝不能给女孩一口吃的 屋内的女孩绝望的瘫软在地 安雅是个苦命人 从小父母双亡 一直和弟弟相依为命 但就在不久前 她下班回到家 却突然发现 有个陌生男人在她家翻找东西 安雅拿起一旁的玻璃饼 威胁男人让她立即离开 否则自己就要报警了 让安雅万万没想到 男人是要找弟弟报仇的 竟然还说她弟弟杀了人 安雅当然不信了 她让对方立即滚出她家 男人却不依不饶 说她的弟弟就是个杀人犯 等男人离开后 安雅立即联系弟弟小白 此刻的小白也慌得一批 就在刚刚 她在家门口看见一群陌生人 朋友说是来找她的 这些人来势汹汹还带着武器 小白害怕极了 于是就躲了起来 很快夜幕降临 安雅按照地址找到了小白 两人刚见面 安雅就问弟弟到底怎么回事 但小白也一脸猛圈 她根本就没有杀人 也不认识那些人 可就在这时 男人带着手下跟了过来 安雅本能地让弟弟逃跑 自己却留下来拦下了众人 但她被男人拉住了 几名手下追了出去 但他们还是追丢了 安雅对着男人的枪口 可她却丝毫不拒 还替弟弟解释 她坚信弟弟不可能杀人 可男人却认定了 就是她弟弟杀了自己亲姐姐 一年前 大山姐姐在维加路上遇到歹徒 腹部中枪最终不治身亡 那名歹徒开着一辆 贴着图案的摩托车 在过去的一年里 大山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线索 终于在姐姐继日这天 找到了那辆贴着图案的摩托车 也顺利找到了车主 此人正是安雅的弟弟小白 得知小白逃跑后 大山毫不犹豫将安雅带回豪宅 甚至将他囚禁在杂物间里 要以此逼出小白 第二天 大山让安雅联系弟弟 可安雅知道 绝不能让弟弟身陷险境 他拿手机砸向大山 想要跑出杂物间 下一刻就被按在了墙上 大山警告安雅别想逃跑 见不到他弟弟就将他困死在这里 等大山离开后 安雅无力的瘫软在地 此刻的他无比绝望 然而大山母亲得知 儿子竟然被一个贱人打伤了额头 他愤怒的让庸人将安雅拖了出来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安雅被淋了几桶冰水 最后还被封住嘴巴绑了起来 他被绑了整整一夜 大山最终还是心软了 让人给他解开了胶部 可安雅淋了一天的冰水 高烧四十几度浑身颤抖